美麗堅共和国的过去 已然成了定局 但未来现在 鸣枪起跑 在美国的美国的首席 和我们的首席 川普总监陀佛 有别于民主党 在党代表大会第二天 曾提名拜登 初选极无悬念的川普 提早在正式大会起跑前 就先被提名 或许是着眼 目前拜登选情大好 共和党只好出奇之声 正式的代表大会上 川普透过影片一举邀功 毕竟根据纽约时报的 民调数据 老白男已经不完全 是川普的稳定票员 年过六十五岁的长者 拜登已经默默的领先 川普百分之九 就连黑人以及蜥蜴美国人的选票 也都延续希拉蕊四年前的优势 让川普看不到车尾灯 为求力挽狂澜 共和党的宣传片 把川普写成了个伟人 而川普则在最后阶段 火力全开猛打中国牌 那是非常有趣的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东西 而且和中国脱钢 直欠东风 共和党还决定延续 2016年的党纲 一来稳住四年前的基本盘 二来继续在第48页埋伏笔 那就是共和党将一循1982年 由雷根总统签署的台湾关系法 继续确认对台六项保证 并且提到倘若中国违反了和平原则 或者台湾关系法将会铸台抗中 让台湾派成为美中关系 甚至对内抵抗拜登的黑陶S 三里熊的第二报导